管理学大师詹姆·克林斯 2001年出版了Good to Great 被翻译为从A到A家这一本书 除了在台湾狂销之外 这个全世界销售了超过2000万册 这个书中从1435家企业中选出了11家 所谓的从优秀到卓越的公司 而且归纳出他们成功的关键 这本书激励了许多企业经营人决心打造卓越企业 也启发了投资人寻找卓越企业的梦想 不过经由台湾媒体选出的A家状元企业 却是连续两年出现股价大跌的现象 这不禁让我纳闷 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媒体魔咒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在一家企业还没有发展为全球顶尖 而且是绝对卓越之前 就发掘他们 并且下大柱 压他们的股票 这可能是所有投资人的梦想 就好比20年前 你投资了苹果 而且持股到今天 那随着苹果一步步 迈向全球最顶尖卓越企业之灵 你的持股价值不就也水涨船高 这种决策 我觉得一生只要一次就够了 詹姆·克林斯所撰写的 《从A到A家》 这本书出版之后 A家企业似乎也成为了媒体最佳的标题了 一家企业只要被媒体标榜为是A家企业 总能吸引投资人的目光 不过A家企业就A++企业 那并不能跟股价持续上涨画上等号 最好的例子就是某家媒体 连续好几年的持续评鉴上市位公司 而且选出了类股里面的A++企业 强调说这些企业可以让投资人掌握投资方向 赢在起跑点 但是事后来看 所谓赢在起跑点 似乎跟这一些被挑选出来的 三星状元企业的股价表现 是背道而驰的 例如说2020年媒体从1732家上市位公司 从成长性、获利情况 还有股价的表现这三个面向 挑出了唯一一家 A++的三星企业就是南宝 结果2020年2月新闻发布之后 南宝的股价却在疫情冲击之下 从2020年2月的145块左右 大跌到93.8 持平而论 疫情冲击之下股价大跌难免 只不过是回过头来看 台股大盘都已经从2020年3月 大约8500点涨到了18000了 这足足是涨深了1万点 但是南宝的股价去年底 就2021年底 仍然是不到145块 这无独有偶的媒体去年5月又选出了 三家A++企业 就是包括桂蒙、星象还有雅德克KY 又再次强调说是可以报警处理的基优股 说实在这三家企业的确是一方之霸的优秀企业 但是媒体5月新闻披露之后 桂蒙的股价涨了一波之后 就从255块一路跌破200 星象的股价也是同样向上冲了一波之后 从954块一路向下跌到了621块才止跌 直到去年底 星象的股价才回到了770块附近 那也就是不过才回到了这个我们刚刚所讲 向上冲到将近千元的起涨点 那至于说雅德克的股价 更是从去年5月见到高点 差不多1200块附近 就一路大跌到750块 直到去年底都还回不到1000块的水准 所以让我纳闷的是 上面说的这4家企业 就包括南保在内的4家 真的算是优秀企业 媒体表列的评鉴条件也都算客观 那么为什么优秀企业的股价 不能维持不坠持续称赞高点呢 那事实上投资人我觉得必须认清一点 就是无论詹姆克林斯 所挑选出来的11家企业 或是台股的 我们刚刚谈到的这4家企业 都是在他们表现卓越之后 才被挑出来的 那当然说企业从A到A的过程之中 股价也反映了企业成长跟升级 而一路上升 所以评价结果出炉的时候 他们的股价估值已经不低了 这时候才买进股票进场的投资人 当然短中期有可能会买在高点 所以投资人想要有超额报酬 就必须找出未来有潜力 会从A到A的企业 在他们还没有成为A之前 就买好买满他们的股票 一旦等他们成为A企业的时候 就可以获利卖出赚取丰厚的报酬 乍听之下 这样投资逻辑好像很合理 但是做起来却很不简单 而且风险不小 毕竟大概还没有媒体敢年年评鉴 可能会成为A Plus的企业 就是所谓强调 可能会成为A Plus 而不是已经成为A Plus 因为这可比挑选出已经成为A Plus 是难得多了吧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keToday的官方帐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一点 Like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